在顿巴斯地区既然有这么强的俄国影响 也可以渗透到乌克兰的议会 所以可以影响到乌克兰是否加入北弱 对俄国来说能影响到顿巴斯地区就等于影响到乌克兰的内政 大家好 乌克兰是否真的会开战 美国就是这么说 应该是16号就开战 刚刚过了我们香港我们中国人的元宵节就开战 真是假呢 其实我上一集就已经说过是不会打得成的 不过大家突然是紧张 因为近日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俄国的军事演习 就已经是进行在白俄罗斯前后是十日 炮声隆隆 真的很紧张 而且乌克兰这边也在演习 美国也出动很多艦队在黑海、太平洋、大西洋那边都会出动 整个感觉让大家感觉到真是开战 因为军事演习往往是导致战争开始 难怪大家都有点担心 不过我都说过战争是打不成 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趣的是首先起码不会开战 现在北京东奥进行着 普京去了中国之后呢 和习近平主席已经有很多的磋商 亦都有很多的协议 中间大家有个合作 会不会选择这个时候来开战呢 当然不会了 如果这样做法的话 对我们中国的东奥一定不是好事 所以战争在短时间是打不响的 也都我认为是不会打得到的 大家就会问了 其实呢 总统的迹象显示 气氛那么紧张之下 俄国也不肯撤军 是吧 会不会真的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呢 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 普京究竟想怎样呢 有没有留意呢 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外电和很多国家的领袖都说呢 想明普京在想什么 我跟大家分析 普京在想什么呢 普京在2000年就任俄国的总统 之后呢 就开始构思俄国怎样可以复兴 有很多人说 普京是一个欧洲主义者 俄国和欧洲是不能够分的 俄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是一个整体 普京最近都说过 普京有一个大俄罗斯梦 是得到俄国七成以上的民众的支持 因为俄国都想起 1721年 比特大帝宣布俄国是一个帝国 从那一刻开始 俄国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只不过呢 俄国无法融入去欧洲 俄国想融入去欧洲 但是欧洲就往往排斥俄国 所以普京就觉得呢 今天我做了俄国的总统 我希望能够恢復大俄罗斯梦 这个俄国梦 所以普京是很重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 大家就会问俄国有什么去做呢 俄国的大战略第一步 就是要拉近和欧洲的关系 其实已经是逐步走近了 但是呢 中短期就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稳定乌克兰 我们说过了 乌克兰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如果乌克兰分裂出去 又或者北约东抗去到乌克兰 就可以有部队就驻扎在乌克兰 这个绝对是威胁俄国的安全 所以才稳定乌克兰的局势 那说到稳定乌克兰的局势呢 大家就会说稳不稳定得到 大家可能不知道 乌克兰东部有一个地方叫做顿巴斯 这个顿巴斯在前苏联的时期来说 是一个最重要的重工业中心 它是一个俄国的煤炭基地 在顿巴斯这个地方 这个乌东这个地方 俄罗斯人占了四成 如果计算诺语的乌克兰人更加不止 有趣的就是说 在2014年 随着俄国和乌克兰局势的紧张 加上克里米亚半岛 俄军进去 拿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 一直在乌东这个顿巴斯地区 就有很多内战一种情况 在2014年的时候来说 就有一个叫做明斯克协议 但是起不到作用 结果德国和法国很紧张 德国和法国是欧盟的主导国家 见到这个地区不安全不稳定就介入 结果就是俄国法国德国加上乌克兰开会 就产生了一个叫做明斯克 或者叫做新明斯克的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 俄国就要在乌克兰境内撤军 乌克兰就原则上保护它的边境 欧安会就负责监督去巡视 但是乌克兰要修改宪法 要容许这个顿巴斯地区里面 有两个自治州 能够成立人民共和国 一个叫做顿涅茨克 一个叫做劳金斯克 有两个人民共和国 原来是一个自治州来的 要容许这两个州有自己的议会 这个新明斯克协议是得到确认的 只不过确认了之后 就算有欧洲安全会议 这个世界最大的区域安全会议的监督之下 始终在乌东都有很多武装的冲突 就是我们在上几集都说过 就是在乌东过去这八年一路战争都不断 有很多亲俄的武装分子 在顿巴斯这个地区 始终和乌克兰的军队是有交火的 这个名斯克或者叫做新明斯克的决议来说 其实就已经让普京介入了乌克兰 令到乌东这个地方有一种不稳定 就可以影响到整个乌克兰的施政 还有在顿巴斯地区既然有这么强的俄国影响 也可以渗透到乌克兰的议会 所以可以影响到乌克兰加不加入北弱 所以对俄国来说能够影响到顿巴斯地区 就等于影响到乌克兰的来政 所以难怪这个是乌克兰的总统很不高兴 也很担心 所以对俄国来说中短期的部署 要完成这个大俄罗斯蒙 要和欧洲融合的话 能够稳定乌克兰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现在乌克兰实际上乌东这个地区 俄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俄国是不需要真的揮军进去乌克兰 就已经令到乌克兰上下下都很紧张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 美国不断放很多声气 说到言之作作就快开战了 搞到乌克兰的总统扎连斯基都灰头土念很不高兴 拜登你来我乌克兰访问吧 我不会来的 普京你又来吧 机会都不大 但是现在乌克兰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就已经开始出现内部的混乱 包括大家知道 那些大富豪已经包了机就走了人 乌克兰的币值也急速贬值 供应链也相当紧张 最重要是难民就开始出现了 你没有留意 现在几个国家 英国和美国都叫撤僑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下 就搞到整个乌克兰都人心惶惶 可以这么说 其实不战就已经是屈人之兵 所以你说真的需要对号入座攻打乌克兰 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普京究竟在想什么呢 如果大家明白我刚才的分析 就是有大的战略 有中短期的考虑 所以美国你说我现在要禁制 要控制地区 禁制俄国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会成功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 最重要是我们都说过 德法这两个国家 是很想主导整个欧洲 偏偏美国就协逼他们 要逼俄罗斯 逼乌克兰 这两个国家都很不高兴 上个星期来说 德国的新任总理 舒逸池来说 去了美国 见了拜登之后 关于北溪二号 这个天然气管道来说 拜登就说要关了他 有没有留意 德国这个新的总理 就一句声音都没有出过 就很明显德国和美国 就已经是保持距离 所以对普京来说 成功拉拢 德法这两个国家 成功影响到 有没有限度暂缓 考虑加入北约 就已经成功了 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 整个局势 就会知道战争是打不起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另外一个很重要 我们也说过 我们有大四个关系 俄、中、美、欧四个关系 小三国就是美、俄 加上乌克兰 今天已经说了小三国 小三国就是俄国主导乌克兰 不是美国主导乌克兰 美国是千方百计想影响乌克兰 将乌克兰放上桌 但是可以说说了很多东西 天下无敌 但实际上帮不了乌克兰多少 而且乌克兰现在很混乱 所以这场战争是打不响 但乌克兰已经举角出现混乱 在后面来说俄国对乌克兰的影响会进一步强化 反而美国对它的影响相当下降了 一旦德法这两个国家 是介入好像上一次 2015年这个 明斯克的所谓洛曼帝模式 德法俄乌这四个国家 如果再次开会 也可以协助稳定局面 你说德法想不想呢 绝对想 德法现在已经希望俄国和乌克兰 大家一起再谈一谈 可不可以令到这个局势 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一旦再有一次这样的会面 俄国作小小的让步 乌克兰怕了 也都会作让步 整个局势就有机会会舒缓 所以对俄国来说 它那个大的战略 其实大家都掌握了就会清楚 在后面我们就会再说回 刚才所说的大四国关系 是吧 这些是后面的发展会是怎样 大家都会很关心中俄的关系 究竟俄国为什么现在好像很有底气 你就算是抵制我 禁制我 就是禁运 我都不怕你的 它的底气从哪里来呢 那当然就是和中国这种合作 大家背靠背应付美国 对我们中国和对俄罗斯的压迫 这种战略的大态势来说 大家应该都是很有兴趣想知道的 这个也都关注到 这个百年的巨变 在后面整个地缘政治的大变局 究竟会是怎样走势 所以我跟大家这个分析来说 在后面会再深入 就一些热点的问题再深入去说 所以记得继续看我们 这个大市拼图的国际关系线 一定要看 给点赞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 一定有你的好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